一位来自印度的年轻律师被囚禁在南非监狱的高墙后面 可是他毫无怨言 有人说那监狱是一座宫殿 有人说是一个美丽的花园 还有人说穿过监狱的大门 我们将冲破当前的禁锢 奔向自由 那是1907年 那位年轻律师就是印度的甘地 甘地带领印度人民进行了八年的非暴力斗争 反对种族压迫 他们走进了禁止涉足的领地 烧毁了发给他们的特殊证件 他们知道将会被逮捕 事实果然如此 甘地说 对于非正义就是要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斗争 这是最终取胜的法宝 他把这种非暴力的法宝称为坚持真理 以后的几十年里 在世界上的每一块大陆 都有被压迫者采用甘地的策略 为权力和自由而战 非暴力的意思不是不反击 而是用另一种武器反击 甘地的武器力量之大改变了二十世纪 印度 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王冠上的明珠 英国统治印度长达一百多年 但是一九三零年 总督欧文知道一场危机来临了 那是英国军队难以制胜的冲突 欧文的对手就是甘地 甘地的名字已经成为非暴力运动的同一词 从南非归来之后 甘地成为印度数一数二的政治人物 他知道控制印度 关键需要印度人民的合作 而不是英国人的高压统治 他说 就十万英国军队 怎么能控制三亿五千万印度人民呢 当时只有十万英国军队 甘地说 英国人希望我们做的 我们都不做 整个国家都静止下来 大面积的全民不合作 许多印度人支持这场斗争 甘地必须找个很好的办法 使他们的能量发挥出最大效果 甘地回到印度西海岸 萨巴马地河边 他的总部 住在这个印度高僧修行的村子里 他静心冥想 寻找一个争取自由的非暴力方式 一连几个星期 他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 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 他们有的人说甘地 在那关键的几个星期 德塞就住在甘地的村子里 有的人说他很聪明 不想让英国政府知道 他会采取什么动作 甘地一直说 我只是等待 等待心中的呼唤 我知道一定能听到 内心深处的声音 二月 他做出了决定 他要挑战英国 对食盐的税收和垄断 三月二日 他给总督欧文写信 指出实验法律的不公正 声称他将到海边非法制言 还将邀请所有的印度人 与他同往 他请求和欧文谈判 几天以后 欧文的秘书回信表示 总督大人对甘地的计划 很是遗憾 甘地派人在海边寻找合适的地方 开始这场全民不合作运动 他在文章和演讲中 指责实验法律的不公平 尤其对穷人的不公平 他知道 食盐代表的意义非凡 每个人都需要盐 没有盐 你我就不能生存 所以 他想选择一个 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的问题 要能触动每一个印度人的心 盐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东西 为什么要收税 凭着对政治效果的直觉 甘地画出了 从他的驻地到海边的路线 他和自愿加入的人们 要走400公里 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必定会制造悬念 吸引更多的人们 注意他要传递的信息 他已经做好了 到达目的地之前 就被捕的准备 3月12日的曙光 揭开了伟大的一幕 60岁的甘地 是78个步行者中 年纪最大的 几千人参加进来 包括悄悄监视动静的警察 但政府没有进行任何干涉 政府担心甘地太受欢迎 一旦动手会引起暴力骚乱 所以他们在权衡 逮捕他的利弊 其实他们低估了这场运动 以为会以失败告终 他们想 他就这么走下去 不违反法律 我们不能抓他 为什么要抓他呢 让人们去笑话他吧 干地希望被抓 但是不要太早 他在路上走的时间越长 受到的注意就会越多 他的信息不仅要传给在印度的人 还要传向全世界 几十名记者已经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他在演讲中强调 我们一定不能恨英国人 他们并没有从我们手中抢走印度 是我们拱手送给他们的 我所知道的干地 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让人崇拜的人物 像圣人一样让人养发 他就是圣人 首先 他穿得就像 他说的话也很像圣人的话 另外 我长大以后发现 他对人类历史十分精通 他是一个非常了解别人心里的人 他很清楚 英国人有这种比赛要公平的观念 也很明白 怎么利用这个观念跟他们周旋 尽管英国国王对使用武力从不犹豫 但是政府官员还是以自己的文明统治 和印度官员的合作为自豪 干地想消除印度人对外来统治的赞同 这次长途跋涉使政府陷入两难 逮捕干地 全印度就会起来抗议 允许他公然藐视法律 英国可能会无可挽回的丧失对印度的统治 干地在每次演讲中都解释非暴力抵抗的力量 他呼吁地方官员放弃政府的职位 他说 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合作 英国人就没有办法了 他要求村长都辞职 我想有140多人辞职了 他为什么这样要求 因为是一个外国政府在为自己的利益统治这个国家 你干嘛为他服务 尽管有谣言说他健康恶化 干地仍继续按计划前进 每在一个地方落脚 他就问 有多少地方官员辞去政府职位了 有多少村民穿卡地 卡地是手工织的棉布 是这次运动的非正式服装 干地告诉印度人不买进口的羊布 他自己每天仿两个小时的棉花 让人们注意在英国部的冲击下 成千上万的仿线工人没有活干 干地说 如果每个印度人都同时仿线 仿车的声音就会变成自由的歌声 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他必须说服几千名自愿加入者 做好被捕和坐牢的准备 否则这次跋涉将以失败告终 他还明白如何让更多的人 看到他发出的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 你可以说 他是印度最伟大的 有人说是广告宣传家 干地这次步行 比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的步行 早好多年 干地是这方面的鼻祖 随着他们一天一天向前走 人们把消息传开了 他在朝海边走 他要挑战法律了 我们也去吧 趁这个机会让英国人看看 用不着打他们 也能让他们知道 我们所代表的力量 我们不是奴隶 我的天 我的天 虽然那时我还在上学 可是我一想到他快接近目标了 我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我们都知道 他抓起一把盐就会被捕 第二十四天 步行者来到海边 一家美国报纸评论道 英国人因为茶叶事件 失去了美国 现在因为食盐 又要失去印度了 在挑战法律的前夜 干地在海滩上 与一万两千名支持者在一起 他说 把盐攥在手里 想一想 这是五千万卢比啊 通过对盐的垄断 政府从我们手里 拿走了这么多钱 四月六日清晨 干地弯腰拿起一块泥土和盐 干地打破实验法律的消息 让整个印度沸腾了 几千人学着他的样子走到海边 印度未来的总理尼赫鲁 描述当时的气氛 好像弹簧突然松开了 全国上下 直言成了那天的话题 治的好与不好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打破讨厌的实验法律 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这次直言行动的巨大成功 是英国人史料不及的 曾经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什么 直言行动 把海水放到锅里煮一煮 就想推翻英国君主 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可是在非暴力斗争中 领导者深邃的阳光才是最关键的 关键是能让人动起来 让他们感觉到是值得斗争的 并且是用非暴力的方式 甘地的运动席卷全国 他很惊讶自己没有被逮捕 他来到海边的村庄 鼓励人们用不合作的方式抵抗 说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今天挑战实验法律 明天就把其他的法律 扔进废纸桶 我们要把这种不合作坚持下去 直到当局无法维持 你是非暴力的 我们怎么攻击你 我们怎么面对你的挑战 顶多也就是把你关起来 可是如果把你关起来 你就会更有名 我们不能对你动武 不能对你使用暴力 所以甘地这个人提出的策略 比英国人厉害得多 欧文总督从新德里 给伦敦发电报了 甘地个人的影响力 令政府尴尬 在一些地区 他已经威胁到政府的权威 甘地的总部在海滩 他抓起第一把食盐以后 过了一个月 甘地宣布要更进一步 要和自愿加入的人们 夺取附近城市 达拉萨纳的制盐工厂 5月4日午夜 他给欧文写信 提出三个解决方案 制止对盐厂的袭击 一是废除食盐税 二是逮捕袭击的人群 三是打破他们的头 写完信 他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 甘地被关进监狱 他很高兴 他的被捕 引发了一场风暴 一座城市 接一座城市 正常的生活 停止下来 欧文总督宣布了一条 稳步施压的策略 警察尽量不用暴力 欧文宣布了紧急法令 禁止政治集会 新闻要经过审查 印度国民大会党的 工作委员会被取缔 欧文避免直接镇压的计划 失败了 因为新的法令 提供了新的违法机会 几千人被逮捕 这正是甘地所希望的 一群警察来逮捕我的父亲 我们几个小孩 追着警车跑 我们说的不是什么 爸爸再见之类的话 我跟他说 爸爸 这一去至少要关两年 意思是 希望你不要在监狱里面 来得比两年短 你看 我们觉得爸爸 做两年牢是骄傲的事 不能只做三个月什么的 可见 甘地的思想 在那种气氛中 已经影响到孩子 甘地的思想 是 甚至孩子 在那种气氛中 甘地不在 达拉萨纳演场 照样被占领了 著名诗人 奈都夫人 领导了这次行动 她跟她的队伍说 在任何情况下 你们都不要使用暴力 你们会挨打 但不要反抗 甚至都不要伸手去抵挡 经过了十天的小冲突 警察对2500名参加者 大打出手 他们用带有铁头的棍棒 殴打这些人 美国核中社记者 韦伯米勒 目睹了当时的情景 人们被纷纷打倒在地 我听到棍棒敲击 陀卢发出令人恐怖的声音 被击中的人 仰面倒地 昏死过去 有的人在头骨破裂 或肩胛骨折的痛苦中挣扎 米勒的报导 在近2000份报纸上发表 并在美国参议院宣读 一个参与其中的印度人解释 我们的目的是让全世界 看到这个政府丑陋的毒牙 和凶残的魔爪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进入种下 斗争依然没有减弱 尽管把甘地和其他主要领导者 都关进了监狱 政府还是失去了 对大城市的控制 媒体对警察暴力的报导 不亚于这个运动本身 给英国人带来的冲击 欧文给孟买的总督发电报 我敢肯定敌人正是希望我们使用棍棒 必须绞尽脑汁 想办法消除他们这个优势 7月 政府报告有17000名非暴力的抗议者被捕 甘地提出把监狱作马 目的不仅是自我牺牲 而是一场全民性的不服从 正在稳步瓦解英国人的统治 如果一个当权者 贪图享受权力 他能享受的程度完全取决于人民对他服从的程度 一旦人民不再服从 一旦人们不再遵从法律 一旦人们不再听从当权者的指令 他们的权利也就消失了 不能忍受监狱之苦的人 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帮助这场斗争 在卖英国货的店铺门前警戒 联合抵制英国货 看到销售额下降 欧文总督发布了禁止胁迫法令 不许在店铺门前警戒 结果更多的人被捕 没有被捕的人在一边欢呼 英国与印度的贸易下降了25% 到12月 四分之三的外国布店关门 1月 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看到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于是下令释放甘地和其他领导者 全国的不合作运动依然很强势 人们在庆祝甘地获释 不过甘地知道 他的人马需要休息 2月14日 他通知欧文总督他准备谈判 并声称在谈判期间仍然要坚持制言和抵制英国货 在新德里的总督府 甘地是第一位以平起平坐的身份与英国统治者会见的印度人 谈判持续了三个星期 欧文拒绝在实验法律和进口布匹上让步 因为这样的让步会得罪他的印度合作者 在甘地的要求下 政治犯被释放 镇压法令也被取消 于是他宣布停止全民不合作运动 宪法方面的问题 推到后面的伦敦会谈去讨论 有很多人不满意 他们觉得甘地可能妥协了 觉得他放弃的太多了 但甘地总是这样说 这场运动不是徒劳的 因为他是通过这样的运动在锻炼人民 你不可能什么都一蹴而就 做出一定让步 积攒力量 锻炼自己 然后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海边制炎活动一年以后 印度还在英国的统治下 但甘地已经使人们认识到 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不合法 揭露了种种不公平 结束了印度人对外来统治的默许 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把印度带上通向独立之路 16年后 16年后 就是1947年 英国承认印度独立 一年以后 甘地被刺客暗杀 甘地的伟大成就超越了印度国界 他对非暴力运动的远见和实践 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他曾说过 我的非暴力斗争策略还处在雏形阶段 就如同爱迪生时代对电的利用 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甘地在南非的斗争过去60年后 美国南部又出现了非暴力运动的追随者 菲斯克大学是有名的黑人学校 在这里 学生们可以不必理会种族隔离政策 可是如果他们去城里 就会被南方的制度吓一跳 我在芝加哥南边长大 在那儿也经历过种族隔离 可是没这么明显 洗手间和饮水龙头前面都有标记 让人感到羞辱 纳什维尔是一个全面种族隔离的城市 就像南非约翰内斯堡 种族隔离最盛时期的情形 完全是两个种族划分的城市 白人和黑人群体 没有任何接触 不管是学校也好 在邻里之间 在工作单位 在教堂 纳什维尔 整个是种族完全隔离的城市 最严重的是 人们对这种现象十分满意 在纳什维尔东边 可是在现实生活里却是另一套 纳什维尔东边 特别去自身 非暴力运动 吉姆劳森态度从容 他的目标却惊天动地 他要消除种族隔离 他的课吸引了纳什维尔最优秀的学生 我认为非暴力没用 不过还是在那儿听他讲 只有一个原因 那时候城里没人讲这些 就我所知 只有他们这群人想真正做点什么 来抗议种族隔离 马丁路德金曾鼓励吉姆劳森到南方去 他说民权运动需要懂得 非暴力斗争策略和技巧的领袖 我在班上全面地介绍 非暴力运动的历史 它在圣经中的根源 在基督教思想中的渊源 还有具体方法 讲了非暴力斗争中的故事 我还强调了甘地说的 我们需要不断试验和完善 遗憾的是 很多人认为 非暴力就是别人打了你的左脸 你把右脸伸过去 毫不反抗 非暴力是要反抗 只不过目的跟打你的人不同 方法也不同 首先 你的反抗是为了争取那个人 这也是反抗和抗争 可是这要比挥动拳头难得多 我们要消除纳什维尔城里的种族隔离政策 第一步就是消除快餐店和饭馆的种族隔离 这就是甘地风格的第一步 非暴力运动的第一步 就是选择一个问题 把它研究透彻 从一个目标 一个问题入手 提前几个月 劳森就开始给学生做准备 劳森希望学生们经历语言和身体上的攻击 学会控制自己想逃走或反击的冲动 《 among the families, the men and this, the animals in the family, the animals in the families, the animals in the animals in the land M 大家去抗议 不能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得有一定的纪律和训练 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非暴力运动之所以有一定困难 就在于一些参加的人 意识不到需要严格的纪律和训练 详细的策划 周密的计划 还需要招募人员 从事一个运动该从事的活动 这些不可能自然发生 这都需要有系统的进行 他们星期六进行了第一场抗议 因为这个时间肯定会吸引人们注意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估计会遇到的情况 我们知道那儿的人会说 我们可不想跟这么脏的人坐在一起吃饭 针对这一点 我们就想好了穿体面的衣服 我们听说很可能被抓起来 不过还是去了快餐店 坐了下来 我们一直都是很有秩序 很平和地坐着 不出所料 没有人为他们服务 经理很快关闭了用餐区 不过学生们一直待到关门 一边读书 做功课 没有暴力 也没有人被捕 这次静坐的消息 登在星期天报纸的第十页 编辑塞根塔勒记得当时的反应 人们开始的反应是震惊 还有点觉得好笑 他们以为自己是谁 这是瞎闹什么 我们知道这是个新闻 可是不知道怎么报道 当地商店的反应可想而知 宁可关门 也不向黑人顾客提供服务 一周以后 学生又回来了 引起人们的好奇和谩骂 但仍然没有被捕 白人还是认为 这种静坐是一时的热闹 对种族隔离政策 不会构成威胁 第三个星期六 学生们选好了六个商店 做目标 我们事先听说 那天 他们要让流氓来打我们 然后警察就把我们抓走 要做好被抓被打的准备 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的 他们已经做好了 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 美族有一个带队的 还有望风的 打电话向教堂通报情况 望风的人还带着救护车的电话号码 和一口袋打电话的零钱 第一批人走进商店 第二批和第三批先按兵不动 等第一批被抓之后再进去 正像预计的那样 前十五分钟 警察也按兵不动 前十五分钟警察也按兵不动 我给我们打电话 我打电话 一人和一人一样 一人一起去 他们不离开 所以我提醒他们 把他们放在握 我们放在握 我们放在握 警察非常吃惊 他们以为已经采取强硬措施了 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 那里又坐满了黑人学生 能看出他们彼此递着眼色 好像在说 你看见了吗 我们现在怎么办 还有一波学生 在这后面随时准备补上去 我们有自己的原则 那就是非暴力的力量 这个力量要比警察的力量大得多 不管他们有多少警察 利用法律做武器 甚至用警犬 用棍棒 还有监狱 可是我们的忍耐力 和甘愿受苦的承受力 是他们什么力量都无法匹敌的 大规模的逮捕 对学生们来讲是一个胜利 记者意识到 这个新闻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就好像在自己的家乡当了一回战地记者 你知道一场战争开始了 是非暴力在战胜暴力的武器 不管结果如何 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有那么一种历史意义 我们都感觉到了 星期一早上在警察局 学生们还被关着 根据原则 他们拒绝保释 仅仅48小时 他们小小的学生运动 就激发了好几千人 城里的黑人群体 参加了他们的斗争 组织人力 募捐 聘请律师 亚历山大卢比 是纳什维尔最著名的黑人律师 他组织了当地的律师 为被捕的学生辩护 人们不相信 这些年轻的 穿着体面的无辜大学生 应该被抓起来 玩进监狱 都觉得不对 城里的黑人群体 也都动了起来 这个运动像野火一样 烧遍了纳什维尔 人们等着看这个城市 做出什么反应 市长对记者说话了 市长强调法律和秩序 站在了商店店主们一边 实际上 被捕的学生 没有违反法律 打人的白人 都没有被抓 这座城市和警察 对于群众性的人权运动 都没有准备 他们以为只要一打人 一抓人 我们的活动就散了 被吓跑了 暴力的目的就是这样 抓人的目的也是如此 不管是什么都能让它消失 不再出现 然而这次却不是这样的 一周以后 没有变化 学生再次回到快餐店 当局对他们的反应 只有一个 更多人被捕 全国都在关注着 随着新人的加入 这个运动在不断扩大 吉姆劳森的讲座 也越办越大 纳什维尔的教堂 提供了聚会场所 电话 邮映机 他们必须让纳什维尔 以外的人了解这场运动 我们现在不只是针对 身边的对手在说话 我们现在是面对一个 更广大的人群在说话 对全国 全世界 非暴力的策略 就是教育社会中的 很大一部分人 让他们了解真相 站到你这边来 因为我们黑人 是少数民族 必须引起 大多数人的同情 哪怕不是积极参与 事情才会发生变化 学生们知道 只有同情还不够 他们利用人们 对逮捕学生的不满 来加剧矛盾 静坐还在继续 这回增加了一个新策略 联合抵制到城区购物 守在那里 警戒的人告诉顾客 不去实行 种族隔离的商店买东西 学生们的力量 带动了更大的群体 黑人牧师们 纷纷敦促来教堂的人 干脆不去城里的购物区 这样等于整个社区 都参与了这场运动 我们在从事 非暴力运动的过程中 就是这样讲的 非暴力运动 每个人都可以是参加者 儿童可以 父女可以 男人也可以 年轻人 老年人 谁都可以做 抵制购物的同时 静坐和被捕 仍在继续 冲突 似乎成了市区购物中心 不变的生活 设置警戒 抵制购物 引起了种族主义者的反击 不过这反击 又带来一个有利因素 一些担惊受怕的白人 不到城区来了 无意中配合了 抵制购物的活动 菲斯克大学经济学家计算 有些城区的商店 损失了40%的生意 随着复活节的临近 往常的春季购物高峰 并没有出现 98%的黑人 抵制了购物 这对白人群体来说 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你知道 每个星期六 对付这些学生 把他们关起来 保释出来 或者审判 判刑 罚50块钱 这是一回事 而你走在街上 那儿一个人没有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复活节到了 快餐店的种族隔离 并没有消除 但是静坐活动 已经使民权 前所未有的 成为全国关注的问题 复活节 星期天 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 讨论了非暴力抵抗运动 节目主持人建议 抵制购物 要比静坐和被捕 好一些 Dr. King wouldn't you be on stronger grounds though if you refused to buy at those stores and if you called upon the white people of the country to follow you because of both your moral and your legal right not to buy I think Mr. Spivak sometimes it is necessary to dramatize an issue because many people are not aware of what's happening and I think the sit-ins serve to dramatize the indignities and the injustices and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Negro with the whole system of segregation 我们早上六点 有个会 我在宿舍穿衣服 听到一声巨响 很快听说 是律师 卢比的房子 被炸了 很显然 敌人想把我们吓住 暴力 它的道理很简单 我让你比我还痛苦 让你痛苦得受不了 最后只好认输 投降 实际上战争就是这样 就是暴力 非暴力就不是这样 我们不想打击对手 那样没有什么用 卢比和他妻子没有受伤 不过正向劳森 给学生们讲的 暴力会带来反效果 这次爆炸震惊了全城 给了学生们 很好的机会 他们给市长 发了一封电报 要求会见 并组织了一场 从校园到市政厅的 沉默游行 出发的时候是一千五百人 一路上 人数增加了一倍 市长韦斯特在等他们 韦斯特和一位黑人牧师 争论了起来 戴安纳什走上前去 问了几个 直接了当的问题 我问了一下 我问了一下 首先, Mayor West 你感觉这是错的 要对一个人 专业的基础和色彩 我尝试最好我能够 正确和实际 但我没有认识 那是正确的 让别人卖他们 买货币 而拒绝他们的服务 我必须应该对 正确的那样 那时又接着问市长 他觉得快餐店 是否应该消除种族隔离 市长回答 应该 这是这座城市态度上的 第一个重大转变 纳什维尔的公共机构 百货商店 那天开始取消隔离 直到三四年以后 剧院 餐馆等 所有公共场所 才完全消除隔离 不过韦斯特的一句 应该是变化的开始 城里的灵售商告诉学生 他们也希望消除隔离 学生们就想出一个计划 我们提了个建议 让他们感到很轻松 就是不宣布什么抗议结束了 也不宣布他们开始向黑人提供服务了 不做什么声明 不让记者报道 不牵扯警察 9月在一座小教堂的地下室开始的运动 到第二年春天就消除了城区快餐店的种族隔离 他们在继续努力 消除餐馆和其他公共场所的隔离 让人们看到凡是有隔离的地方就会引起争议 生意没有多少人光顾 民权运动日益受到重视 这种非暴力的抵抗是决定性的武器 我们认识到有无穷的力量源泉 既有精神上的力量 又有心理上的承受力 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做成 我们知道如何把社区的人组织起来 知道如何进行抗议活动 知道如何去谈判 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是战士 一直做着准备 这就像西点军校一样 只不过是一所非暴力运动的学校 整个六十年代 他们进一步在南方和全国 实践着自己学到的东西 回顾他们的成绩 一个纳什维尔的学生写道 你不能等待别人来做 不能等待政府来做 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行动 自己的远见 来实现这一切 我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